明報這裏有份報告 說今天2019年10月19日 報告說陳百祥聰哥去了警署 慰勞警察帶了奶茶咖啡去 說好事 不過稍後說了一句話 給大家聽聽 如果我做警部署長就好了 兩個月遲開了真槍 所以很快點 因為你們仍是好忍得 我真的覺得你們好忍得 被人扔入汽油彈 還不可以真槍 你真是好忍得 這句話大家怎麼想呢 我覺得 還是不要鼓勵暴力 雖然大家警察很辛苦 如果真的用暴力的話 這件事成早解決 但是 我們真的不希望香港 因為這件事流血 所以我也是贊成 不希望警察真的開真槍 但是如果必要事 要保護自己的話 沒辦法 所以希望暴徒 真的不要逼警察開槍 而好好的盡快收手 警察都可以舒服 那麼 他講話 大家也知道 口大了一點 但是 我們 一樣是感謝香港市民 支持警察 有空像他這樣 帶著奶茶和咖啡 去慰勞警察 警察很開心 其實我們香港市民 這樣做的 是好事 當然 說到這句 開真槍 我真的不同意 香港警察 自己解決的問題 他也提到 解放軍 不會下來香港幫忙 對 因為軍隊是向外的 軍隊不應該用來對付市民 中國武警 也不需要來香港 武警 如果來香港的話 在後勤幫忙 前面出來的 那些 香港警察 捱了他 香港警察 你是香港人 你們對香港人 很有感情 我知道的 所以 由你們做前線 你不會出手太重 你不會傷害到香港市民 由中國的武警 或者警察 下來在後勤 幫一下大家 例如 捉到上車之後 下案 做下紀錄 這些東西 我想其實 可以請一些外援 尤其是受過 警察訓練的外援 我們中國大陸的武警 下來幫幫忙 或者做一些指導 怎樣做任務 我覺得是無數 沒有後非 因為到底 記住 香港是一個 中國的行政特別區 所以中國絕對有理由 有能力 有權利 派他適當的人員來香港 協助香港 維持秩序 亦希望盡快 我們可以見到 由國內下來香港的警察 幫香港警察 早點平息這次的暴動 早點平息這次的暴動 大家看他們 會看他們